楚国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223年 共约819年历史 楚国一个最初连济寺祖先 都要去邻国偷牛的贫弱小国 甚至国君参加诸侯会盟都要充当杂役 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称雄争霸 问鼎中原的呢 公元前1042年 因楚国开山之祖玉雄侍奉周文王有功 加上周公奔楚受到楚人礼遇 周成王将玉雄的曾孙雄亦 封于南方蛮荒之地 次土地仅有五十里的子爵爵位 定都丹阳建立楚国 雄亦迁徙到丹阳封地后 建了一个用来占卜和祭祀的庙宇 但贫困的楚国连贡品也没有 没办法 只能从邻国弱国偷了一头小牛 来充当贡品 又怕被小牛主人发现 楚人连夜宰杀祭祀 至此 楚人夜间祭祀的习俗一直流传下去 约前1038年 周成王会蒙天下诸侯 各方诸侯纷纷入朝进贡 贫弱的楚国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贡品 楚国使封君雄义只能选取最好的茅草 带上精心打造的陶木工及木剑 坐着柴车 穿着破衣跋山涉水地前往祁阳会蒙 但因楚人被视为经满地位卑微 雄义没有资格参加盟会 只能充当杂役为诸侯排列座位 顾虑酒水 会门开始后 雄义与仪族首领所在门口看守火把 此时 这位楚国使封君卑微地守在门外 听着诸侯们把酒言欢 他的内心所想 我们无从可知 雄义回国后奋发图强 带领楚人开辟荒野 发展生产 使得楚国已成薄星之势 其后数百年间 楚人不断向四周开拓 楚国逐渐兴盛 直至公元前887年 楚国第六任君主雄渠继位 雄渠继位时 正值周王室衰弱中原动乱 雄渠相继攻打雍国 杨越 鄂国 将楚国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 随后又进军至鄂地 将武汉江南地区纳入楚国版图 随后 这位永利非凡并富胆略的储君 喊出了那句识破天经的话 我瞒一眼 不与中国之好事 便仿效周天子将三个儿子接封王 这也是周朝诸侯国中 第一个赶建越封王的 前878年以暴虐著称的周立王继位 雄渠担心受到周朝的重点讨伐 并将三子王号取消 不敢声张 其后的百余年里 楚国在南方默默发展生产 积蓄国力 直至前741年 锐意进取 以铁腕著称的楚国第十七位君主 杀直篡位的雄通继位后 楚国正式崛起 前739年雄通挥师渡汉江 远征周朝设在汉北的重镇 但没有攻克 转而率军攻打江汉平原西部 灭掉全国 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权限 其后数十年 雄通采取修养生息政策 楚国国力迅速发展壮大 前706年雄通讨伐隋国 隋国国君说 我无罪 雄通再次引用先祖的话答道 我瞒一眼金诸侯皆为叛相亲或相杀 我有必假 欲以关中国之政 请王室尊吴浩 意思就是中原诸侯都背叛王室 互相征伐 我有点军队也想参加中原的政事 你去替我向周王室求个名号 前704年隋侯汇报雄通称 周天子拒绝提高储君的名号 雄通大怒道 王不加位 我自尊而 隋即自称王号 视为楚武王 时隔百余年 这一代的储君 再次开诸侯建号称王之先河 同年 楚武王攻打隋国 大败隋君 让隋侯认错 签订盟约后回国 前703到700年 楚武王潜兵北伐 攻打邓国 较国 取得大胜 前699年 楚武王派次子屈侠率军攻打罗国 此战因楚军统帅屈侠至高气昂 轻敌下被击败 楚军损失惨重 屈侠自敢无颜面见父王 自已身亡 开楚军统帅以死殉之先例 可见楚人之刚烈 前698至691年间 楚武王再度发兵 相继攻灭罗国 卢国 燕国 周国和辽国 江汉平原被楚武王彻底平定 前690年 周天子召见隋侯 谴责他奉立楚国为王 隋侯便对楚国态度有些冷漠 楚武王便以隋侯背叛自己为由 再度发兵大举攻打隋国 但在楚军渡过汉水之后 这位在位了51年 已然七八十岁的楚武王突发心急 死于树下 随后 楚军密布发丧 继续攻打隋国 隋侯惧怕下于楚国结盟 前689年 楚武王之子雄兹继位 是位楚文王 同年 楚文王将都城从丹阳迁到影都 前688年 楚文王举兵北上逐鹿中原 借到于邓国一举攻灭申国 前684年 楚文王借蔡灭西 以及攻灭蔡西二国 前679年 齐桓公惠盟诸侯成为中原首位霸主 楚文王未向成为霸主的齐国示威 于次年 攻灭邓国并举兵法政 前675年 八国袭击楚国 因楚国君臣疏于防范 楚文王被八军击败 后在途中抱病而死 在位共识四年 齐子雄兼继位 是位楚赌敖 楚赌敖在位时 整日非鹰走狗不务正业 前672年 楚赌敖之地雄运联合随国人 誓杀楚赌敖 夺得国君之位 誓为楚成王 楚成王即位后 以楚赌敖未尝治国 不成为君 不以王礼葬之 前671年 楚成王向周天子进贡 周天子赐给他祭肉 并命齐 镇守南方 不要侵犯中原各国 前666年至657年间 楚成王数次出兵攻伐郑国 郑国招架不住 向齐国求援 前656年 齐桓公亲率八国联军 南下进攻楚国 楚成王忌惮联军兵威 与八国在赵陵会盟 暂时和好修兵 前648到646年间 楚成王未避免与齐国正面冲突 转而向东开拓 相继攻灭皇国和英国 前645年 楚成王攻打徐国 齐桓公再次召集诸侯援救徐国 但各国军不敢亲临前线 导致正面抗楚不力 随后楚成王大举进攻打败徐国 八国联军相继散去 前639年春 宋湘公试图以春秋大义之名 继承齐桓公霸主之位 在陆地召开盟会 会合诸侯 宋湘公以盟主之位自居 严起楚成王的不满 并没经过齐楚二国同意 就约定秋天再次在余地会合诸侯 同年秋天 余地会盟中 楚成王暗中埋伏好军队 宋湘公和楚成王 因为争当诸侯霸主而发生争议 楚成王命人抓住宋湘公 带回楚国囚禁 羞辱一番后 在冬季将其释放 前638年决心复仇的宋湘公 出兵攻打依附于楚国的政国 楚成王派兵攻打宋国 双方在洪水相遇 楚军渡水进击时 宋湘公却为了秉承仁义之名 一直等楚军过了河并列好阵地 结果楚军布阵完毕后 一冲而上 大败宋军 宋湘公也被射伤 导致后来伤仲而死 前637年晋国公子仲尔经过楚国 楚成王以诸侯之礼招待他 并送他到秦国去 前633年 楚成王出兵攻灭魁国 同年夏天 楚成王攻打宋国 宋国向晋国求救 前632年4月 晋楚对治 因楚成王礼遇过晋文公 晋文公于是退避三社 驻扎于城埔 楚成王本想就此撤兵返回 但楚将紫玉坚持请战 随后紫玉率军极尽 双方战于城埔 此战楚军大败 左右军被歼灭 紫玉逃回楚国后 修奋下自决身亡 前626年 楚成王打算废除太子商臣 商臣得知消息后 带兵包围王宫 并且逼楚成王自杀 楚成王请求 吃个熊掌后再死 打算拖延时间 但商臣不答应 就这样在位47年 士军尚未称雄中原 却又遭子逼杀的 楚成王自义而亡 雄商臣继位 视为楚慕王 前624年 楚慕王出兵攻打江国 但被禁军阻止 撤军回国 次年 楚慕王趁靖国 与秦国交战之际 迅速出兵灭亡江国 前622年 楚慕王迁建新都 史称上瘾 同年 楚慕王相继攻灭六国 辽国 前618年至615年间 楚慕王相继攻打宋 正 陈 三国臣服于楚国 并俘虏书国 中国国军 使楚国势力 扩展至江淮地区 前614年 再为12年的楚慕王去世 其子雄吕继位 视为楚庄王 前614到611年间 因楚国内部形势复杂 楚庄王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 整日声色全马 不问政事 甚至在宫门挂牌写着 有感见者 死无赦 前611年 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的楚庄王 终于培养出了自己的班底 开始亲自处理朝政 楚国霸业 由此开始 同年 楚庄王征雍国 攻灭雍国 前608年 楚庄王北上争锋 出兵攻打陈颂二国 晋国派兵救援 双方在北林大战 进军拜北 前606年 楚庄王再次亲率大军北上 以秦王的名义 攻打陆魂之戎 直至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 在周王室边境 陈兵示威 周天子惶恐不安 派大夫为劳楚庄王 楚庄王问九鼎之大小 轻重 其寄于全天下的野心 昭然若揭 前601年 楚庄王出兵攻灭书国 并命曾举于海的孙叔敖 出任楚国另引 前599年 晋楚爆发迎北之战 此战 楚军败北 次年 楚庄王破陈国 前597年 楚庄王亲率 楚国三军精锐 北伐郑国 三个月激战后 楚军占领郑国 郑湘公肉坦千阳 臣服于楚庄王 随后 晋国援军抵达 楚庄王率军迎战 这是一场决定霸主之位的战争 也是当时最强大的两个诸侯国的较量 之外 晋尊楚庄王为霸主 时隔一百年 楚国世代先军 欲以关中国之政的夙愿 终于在这位问鼎中原的楚庄王身上实现了 前591年 在位23年 灭国26 开帝三千里的一代霸主 楚庄王 促然离世 终年四十余岁 其子年仅十来岁的雄省继位 是为楚庄王 前589年 楚国进攻鲁国 鲁国宋人至求和 同年 楚庄王叔父子仲 与秦 齐 宋 正 鲁 魏等 十一国 在鲁国属地会盟 这也是楚庄王霸业的最后荣光 前586年至582年间 楚庄为了争夺正果纷争不断 晋国扶植逐渐崛起的无果 限制楚国 前579年 楚庆和谈 在宋国举行了第一次米兵之会 前575年 晋国伐政 楚国就政 双方在燕陵展开战争 此战 楚共王被射瞎一只眼镜 楚军大败 晋国夺得霸权 前574至562年间 楚庆再次为争夺 郑 宋 臣等国 接连发动战争 最终 晋国晋到宫独霸中原 前560年 在为31年的楚共王在自责中去世 中年40岁 其子雄昭继位 是为楚康王 前560至558年间 楚国与晋吾二国爆发三次战争 楚国接连失利 前555年至553年间 楚康王北上争霸 攻打正国 安定陈国 蔡国 交好齐国 前548年 楚吾二国再次发生战争 楚军在朝之役中射杀吾王朱返 大败吾军 前547年 楚康王两伐正国 军取得完胜 前546年 楚晋二国与其他八国再次会盟 视为第二次米兵之会 楚康王与晋平公平分霸权 诸侯霸兵修战 前545年 再为15年的楚康王去世 其子雄元继位 视为楚甲敖 前541年 楚甲敖的叔父公子为 是杀楚甲敖 自立为君 是为楚陵王 前538年 楚陵王降服正国 许国 并会蒙中原列国 接着号令诸侯一同伐吾 攻下吾国诸方 随后带领联军攻灭赖国 前535年 楚陵王修建张华台 肆意享乐 因楚王号戏妖 也称戏妖公 前534年至531年间 楚陵王攻灭陈国与蔡国 齐国齐景公未恢复霸宴 决意与楚修好共抗晋国 便派遣燕子出使楚国 燕子在楚国遭到楚陵王的羞辱 前529年 楚国公子与陈蔡二国 复国势力叛乱 楚陵王被迫流亡到郊外 后自已身亡 楚陵王之地雄居继位 视为楚平王 楚平王在位后恢复陈蔡二国 并宠信奸臣费无极 前527年 秦楚二国联姻 在费无极的剑下 楚平王抢走了未过门的儿媳妇 前523年 楚平王在费无极的谗言下逼走太子剑 并诛面武家 武子虚逃亡到武国 前516年 在位十三年的楚平王去世 其子布满十岁的雄枕继位 视为楚昭王 前514至511年间 武子虚被吴王受命执政 数次攻楚 前506年 中原诸侯再进其带领下 十八国会盟 商议伐楚 吴王趁机派孙武于吴子虚 出兵攻打楚国 在白举之战中 以三万吴军大败二十万储君 并攻入楚国国都营 楚昭王逃亡避难 吴子虚掘墓边师楚平王 同年 楚国大夫申包虚跑到秦国求援 在秦国哭了七天七夜 秦哀公出兵救援楚国 前505年 楚秦和兵逼退吴国 楚昭王回到影都 并迁都到弱地 仍称之为影 以示不忘其咎 前496至491年间 楚昭王攻灭顿国 胡国 楚国一度中兴 前489年 在位27年的楚昭王去世 其子雄章继位 是位楚慧王 前487年 令寅子西将之前逃亡的 太子见之子白宫盛召回楚国 任命他为朝裔大夫 前479年 白宫盛在朝堂上 袭杀令寅子西 司马子七 囚禁楚慧王 自立为楚王 同年 叶公沈朱良出兵镇压白宫盛 重新拥立楚慧王复位 前478年 楚慧王攻灭陈国 前473年 吴国灭亡 楚国势力 趁机扩张到四水一带 前453年 三家分进 战国时代来临 前447年 至前455年 楚慧王 攻灭蔡国 于启国 前439年 楚慧王 命公输班 吉鲁班 制造云梯 准备进攻宋国 但被莫子阻止 前432年 在位共济57年的 楚慧王去世 其子雄忠继位 世卫楚慧王 前431年 楚慧王出兵北伐 灭亡举国 金山东举县 前425年 楚慧王在宋政之间的 黄池和雍丘铸城 但遭到三晋出兵攻陷 前424年 楚慧王出兵入侵境国 以报前败支持 与三晋在楚常城下发生激战 楚军再次战败 前413年 楚慧王派兵攻打魏国 公至上落 前408年 在位24年的楚慧王去世 齐子雄当继位 视为楚慧王 楚慧王在位时期 楚国社会动荡不安 国事击毙已久 前402年 在位6年的楚慧王被盗贼所杀 齐子雄 以争夺王位胜出 视为楚道王 前399-398年间 楚道王攻打郑国 大获全胜 致使郑国再次被禁截处 前397-391年间 楚国与三晋战事连连 先后爆发武阳之战 附属之战 大梁渔关之战 楚军败多胜少 形势十分不利 前390年 在卫国大败秦军的武器 投奔楚国 楚道王用武器进行变法改革 武器在楚国财荣消禄 奖励更战 得罪了不少楚国贵族 但也使楚国国力大为加强 随后数年里 武器率领储君南征北战 使得楚国南平百岳 北并陈蔡 雀三晋 西法寝 威震诸侯 前381年 就在前线接连获胜之时 在位21年的楚道王突然离世 嗜好道者 武器前往至桑处时 被楚国贵族射杀 楚道王之子雄赃继位 视为楚速王 同年 楚速王即位后 诛杀杀害武器的大臣七十余家 前三七七年至三七一年间 楚国先后败于蜀国 魏国 在中原丧失许多领土 前370年 在位11年的楚速王去世 因其武子 其弟雄良夫继承王位 视为楚宣王 前357年 楚秦联姻 楚宣王迎娶秦女 前353年至341年间 楚宣王开疆拓土 先后攻灭蔡国 诸国 使楚国重县中兴举灭 前340年 在位30年的楚宣王去世 其子雄商继位 视为楚威王 前333年 楚威王亲率大军伐旗 在徐州大败齐军 威震诸侯 并在金陵铸城 此时楚国的国力达到顶峰 从一个方圆50里 偷牛祭祀的贫弱小国 历经700年岁月 终于成长为 疆域150万平方公里的第一大国 前329年 在位11年的楚威王去世 其子雄怀继位 视为楚怀王 前323年 楚怀王派大司马昭阳带兵攻入魏国 在相邻大败魏军 夺取魏国八座城池 前318年 魏、赵、韩、燕 楚五国合纵公秦 并推举楚怀王为纵长 此次合纵主力韩魏赵被秦军击败 随后联军各自退兵 前317年 楚怀王任用屈原进行变法 但此次改革最终失败 前313年 楚怀王出击秦国 北上攻下屈沃 以及淤中地区 同年 张仪出使楚国 骗楚怀王称 如果楚国与齐国断交 秦国会将600里商鱼之地归还给楚国 楚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 前312年 张仪声称前一年 只需给楚国六里地 秦楚关系彻底破裂 楚怀王大怒下出兵攻打秦国 双方在丹阳与蓝田大战 楚国接连败北 汉中失守 楚军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 楚国从此由胜转衰 次年 楚国被迫向秦国求和 双方成为盟国 前308年至前306年 深受欺骗的楚怀王 决定采用假纵邪秦的策略 三年中三次趁秦国出兵 被秦驻韩 被秦驻魏 被秦驻齐 总在战事胶着时趁机要挟秦国各地 屡事不爽 前306年越国内乱 楚怀王趁机攻灭越国 并在江东涉郡 楚国疆域达到空前辽阔 南至广西 东至宁波 前305年 秦昭湘王后陆楚国 秦楚联姻 同年 居原因反对秦楚结盟 被放逐汉北 前304年 楚怀王与秦昭相往 在皇籍举行会盟 秦国将尚拥还给楚国 前303年 齐魏涵以楚国背叛合纵盟约为由 攻打楚国 楚怀王用太子雄横为制 换取秦国的援军 双方休战 前302年 楚太子在秦斗殴杀死一位秦国大夫 逃回了楚国 前301年至300年 屡屡失信于诸侯的楚国 被齐 韩 魏 秦 四国攻打 楚军大败 楚怀王恐惧下 送太子入齐为制 并献进万把弓弩给秦国 双方休战 同年 楚国爆发严重内乱 史称庄桥报应事件 前299年 秦国再次攻打楚国 连取八成 随后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在五官会盟 承诺如果结盟就归还土地 楚怀王前去赴会后被劫持到了咸阳 秦昭王逼迫楚怀王割让土地 被楚怀王言辞拒绝 随后在齐国为制的太子雄横 以割让给齐国五百里土地为由 得以回国继承王位 视为楚请湘王 楚请湘王回国后拒绝对宪承诺 齐国攻打楚国 后被秦国救援下击退了齐军 前298年 因秦昭湘王索要土地无果 便发兵攻打楚国 斩楚军五万 夺西地十五城而去 同年 齐国孟长军率齐魏韩三国联军攻秦 向秦国施压 释放楚怀王 但秦昭湘王依旧不同意 前297年 楚怀王偷偷逃走 被秦国发现 关闭了通往楚国的道路 楚怀王逃到赵国 但赵国不让其入境 后在逃往魏国时被秦军捉住 再次回到咸阳 前296年 在魏三十年的楚怀王 克死咸阳 秦昭湘王将灵鹫送回楚国 楚人接连之 如悲亲戚 楚南宫也喊出那句坚定的誓言 楚虽三户 王秦碧楚也 前293年 秦将白起在一缺之战中 斩魏韩联军二十四万 于是秦昭湘王写信给楚请湘王邀战 前292年 受到恐吓的楚请湘王从秦国迎娶新赋 秦楚两国再次和解 前280至277年间 秦将白起数次率军攻打楚国 夺取楚国都城影都 楚国先王墓地被焚烧 屈原自臣于密罗江以身殉国 楚请湘王迁都到成都 前276年 楚请湘王向西收复被秦国攻占的失地 并设郡县抵御秦国 前272年 楚请湘王再度与秦国讲和 派太子雄丸到秦国做人治 前263年 楚请湘王并重 太子雄丸在黄歇的帮助下逃回楚国 同年秋 在为36年的楚请湘王去世 太子雄丸继位 世卫楚考列王 楚考列王即位后 任命黄歇为令隐 封为春申君 前257年 长平之战后 秦军围攻喊淡 赵国平原军赵胜宇毛遂 前往楚国求援 随后楚国派春申君与景阳出兵救赵 解邯郸之为后 又就魏宁心中 进攻秦国焚城 大破秦军 前255年 楚考列王派春申君出兵灭亡鲁国 又命荀子为蓝陵令 同年秦灭州 前246年 魏楚二国因扩张领土引发战争 双方在上菜 赵陵交战 楚军接连败北 前241年 楚 燕 赵 魏 韩五国公勤 推楚考列王为纵长 由春申君协调 以赵将旁暖为主帅 此次合纵 五国联军败北 楚考列王因此责怪春申君 逐渐疏远他 同年 楚考列王将国都迁到寿春 并将寿春命名为颖 前二三八年 在魏25年的楚考列王病逝 春申君前去吊宴时被刺杀 太子雄汉继位 太子雄汉继位 视为楚幽王 前228年楚幽王去世 其弟雄游继位 视为楚哀王 同年 楚哀王之兄雄富楚 以雄游可能不是楚考列王亲子为由 将其诸杀自己登上王位 史称楚王富楚 前226年秦将李信伐楚 大破楚君 攻占十余座城池 楚王富楚向秦国求和畏国后 太前楚将相眼进行反击 相眼与反叛秦国的昌平军雄起联合下 大败秦军收回师弟 前224年 秦王嬴政再派老将王俭率兵六十万公楚 楚王富楚倾国之兵 以相眼为主将迎击秦军 秦将王俭采取兼臂固守 避其锋芒的方针与楚军对峙 后趁楚军撤军东归时 王俭刺击突袭楚军 楚军大败 相眼兵败之下已死殉国 前223年秦将王俭攻破楚国都城 俘虏楚王富楚 昌平军雄起被拥立为楚王 在淮南继续反秦 随后不久 昌平军被王俭 蒙武击败 昌平军身死 至此历经43位君主 延续了819年 从楚人偷牛的贫弱小国 到问鼎中原的泱泱大国楚国 至此覆灭 但王秦必处的楚人 依旧在暗地里抗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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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